男孩惊恐地发现 眼前的帅大叔竟然是一个外星人 吓得他鬼哭狼嚎屁鬼妙流 可在男孩母亲眼里 眼前这人就是一个帅大叔 强哥此事很惊讶 竟然会有人能看穿自己的伪装 这个几率比重彩票还小 然而就在第二天 强哥居然在诊所里又见到了男孩 于是警告他不要到处乱说 结果 男孩吓几眼了直接跳窗而逃 男孩躲在场椅下 向父母诉说强哥是外星人的事情 父母认为这是男孩不愿打针找的理由 无奈男孩跑到警局报警 说新来的医生是外星人 警长大黑当他是胡言乱语 吓唬男孩要把他关起来 胖姐好心的安慰 让他把外星人的样子画出来 结果强哥下班后 就看到自己的画像贴满了大街 这差点没把强哥的废弃杂 当晚就准备收拾东西跑路 可转念一想 堂堂一个外星人难道还会怕一个小男孩 于是强哥连夜潜入男孩家里 准备杀人灭口 可在大意之下 被男孩咬了一口 疼得强哥差点没哭出来 这话说的母亲连个标点符号都不行 当男孩是被噩梦下的语无人词 只好将他带走一起睡 眼见自己的计划失败 气得强哥比了个国际手势 既然强杀不行那就智取 于是他按照海报上留下的电话 给男孩打过去 声称自己见过外星人 想把男孩诓骗出来 可男孩人小鬼大 当场就识破了强哥的计划 连个小孩子都骗不了 强哥气得差点原地螺旋爆炸 既然智取不行那就制造意外 比如燃气泄露发生爆炸 亦或者是高空抛物 可这些都不太靠谱 最终强哥发现 男孩每天上学会经过一段躲破 在这里发生意外就靠谱多了 于是连夜剪断了男孩的刹车线 剩下的就是坐等好消息 果然第二天父亲就称男孩发生车火 强哥强忍窃喜向他表示哀悼 可下一秒 男孩就自己走了过来 原来是空欢喜一场 男孩只是摔伤了胳膊 借着给他治疗期间 强哥再次警告男孩停止揭发自己的行为 否则就不给他打麻药 没想到男孩是个将主 就是不妥协 既然如此强哥也不废话 直接就开始给男孩缝针 强哥看到左右无人 一把按在男孩的伤口上 疼得男孩五官都扭曲了 可就是不喊他 强哥也是傻眼了 没想到地球上的孩子不止嘴 就连骨头都硬 男孩临走还不忘戏弄强哥一下 男孩依然没有放弃揭发强哥 时不时的会跟踪他 想要找到外星人的蛛丝马迹 可男孩不知道的是 在他眼里强哥确实是个外星人 可在别人眼里 强哥只是个普通人 而且由于他到处散布强哥是外星人的事情 导致自己在学校里被同学孤立 母亲得知后 专门上门拜访 想要请强哥去家里吃顿饭 以此来解决两人之间的误会 晚上强哥如期而至 男孩却表现得非常热情 还拥抱了强哥 其实他是想以此来麻痹重人 暗中早已让同学小雅 潜入强哥的汽车内偷钥匙 然后将所有钥匙都配了一盘 既然在强哥身上找不到外星人的证据 男孩笃定在强哥家里肯定 很快众人吃完晚餐准备离开 而强哥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第二天一早 趁着强哥不在时 男孩和小雅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强哥家里 可一番找寻后并没有任何发现 随后两人来到地下室 发现了一堆他们不认识的破损零件 以及在桌子上悬浮的苹果 小雅好奇地摸了上去 可下一步 两人就被打飞晕了过去 当强哥回到家 看到昏迷的两人 瞬间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强哥利索地将两人打包 准备找个好地方买了 可就在准备出门时 却发现家里突然多了一个女人